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有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各位聽眾,你好,我是陳英傑 我一向都很想說說陰謀論這個現象 這個情況當然不是說有 從特朗普開始的 對他來說是好勢好勇 因為他自己有一大群追隨者 陰謀論一向都存在 理論上科學昌明社會進步的時候 大多數陰謀論都可以根據科學證明是沒有根據 他們之所以存在 因為無非反映出人類本身的弱點 根據一些心理學家的認為 教育程度偏低的人 相信陰謀論的機會是大些 但人類正體來說 不管學歷 是有不同程度的陰謀論信仰 很多時候我們都聽到一個口頭禪 當我們面對一些證明不到的現象 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例如社會出現動盪 911世貿恐襲 又或者兩年前的疫情 專家說 甚至你自愛的人物 例如大安娜公主 在法國一次斜和中喪生 陰謀論發揮到一個功能 或多或少 都可以幫助你抒解情緒 一個人情緒低落的時候 需要心靈上的支持 陰謀論可能在這些情況下 但散播得比較快也不行 陰謀論也有很多種 有些是荒謬絕倫 有些是最低限度 起碼有些空間可以刺激思考 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 就是因為今天有社交傳媒 惡意的陰謀論傳得特別快 我們生活在今天的年代 幾乎每個人都利用社交傳媒 去分享我們自己半信半疑的信息 很多時候 我們對某些事情 也有強烈的信念 也想向多些人分享自己的看法 希望對方有同感 這種傳達的機制 是接觸擴大群眾的一個最有力的工具 我們其實可以說 人類歷史上 我們從未試過這麼容易把這些信息 不管是什麼信息 在極短的時間之內 發佈到世界各地 包括你住在香港也好 或者是新加坡的親戚也好 可以說不費吹灰之力 不用錢的 這種世界性的現象 亦是助長陰謀論的蓬勃 亦都因為科學 不能解答到所有問題 我自己認為 人類的愚昧 是不會馬上消失的 有很多陰謀論 認為 因為政府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們找不到答案 因為政府不公佈真相 這種出發點 不限於左派或右派 也就是說 陰謀論會繼續存在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幾個陰謀論 大家都很熟悉 也沒有根據 但有些聽起來 又像是如非 這就是陰謀論吸引的地方 惡性陰謀論 是侮辱我們智慧的 良性陰謀論 我認為不妨聽聽 但很多時候 我們就忘記了常理這件事 是一個自由社會 所以我們對政府 抱著一種批判的態度 這是很正常的 但也有些人認為 凡是政府做的事 一定是有陰謀的動機 我覺得這些思維 我們又要小心一點 這個例子 我想大家都聽過 美國1969年登陸月球 到今時今日 仍然有很多人認為 這是美國政府的大謊言 有些人認為登陸月球 從未發生過 早於1970年代 有三成的美國人 認為美國登陸月球 是偽造的 有些聽眾 如果還記得的話 美國太空人第一次 踏足月球表面 那一刻 全世界有記憶人 從電視畫面看得到 有一幅新聞圖片 就是太空人 一隻腳印 留在地球表面 有一個陰謀理論 就是 這個電視片段 其實在奈華達州拍的 儘管去到2019年 仍然有一成的美國人 認為登陸月球 是騙局 最惡劣的例子 就是有一個人 叫巴克斯比歐西布爾 在2002年9月的時候 根據當時的新聞報道 他在南加州一間酒店外面 正在拍攝一套紀錄片 去證明 登陸月球是假的 當年 登陸月球的兩位太空人 一個叫做 Neil Armstrong 岩斯堂 一個叫做 Buzz Adrian 艾德林 這位太空人 當時跟西布爾 發生爭執 艾德林 一拳打過去 但警察沒有將他拘捕 因為根據當場的目擊證人 是西布爾 挑釁艾德林 有目擊者 直接說 艾德林 叫這個陰謀論信徒 不要繼續騷擾他 他直接指控這位太空人 說他是懦夫 說謊者 和盜賊 如果你是這位太空人 你也想用拳頭還擊 艾德林 純粹說 他是出於智慧 那些證人也說 西布爾 其實很多年來 都是不斷騷擾艾德林 和其他太空人 他用很多理由 引艾德林 來這間酒店 其實是想公開侮辱他 艾德林 終於忍無可忍 有一個很短的市長 在去年7月 放上這個網站 叫做Reddit 這個網站有五千萬用戶 很多人都有看到這個片段 這個片段 用慢鏡頭 拍攝艾德林當時自衛的一幕 也有不少人留言 支持這位 第一個踏足月球的太空人 艾德林 創造歷史 回到地球 竟然有人敢 誤告他 說他是假的 他有什麼發自不憤怒 這些大陰謀理論的人物 全心不良 根本可能另有企圖 就是屬於惡性陰謀論的煽動者 腦袋根本有問題 這類人對社會 一點好處都沒有 艾德林 今年92歲 另一位太空人 岩絲堂 去年8月過了身 他82歲 我們要向他致敬 另一個被登陸大空更惡毒的例子 就是聲稱納粹大屠殺 是沒有發生過的 在1941至1945年 有600萬猶太人被希特拉 以種族滅絕的行動殘殺 雖然這個大屠殺 是歷史上紀錄最齊全的史實 但今時今日 尤其是在美國 竟然仍然有人堅持 這個大屠殺 是從未發生過的 在2014年 即是時隔69年 這是世界性的調查 在100個國家裡 只有三成的避防者 認為大屠殺的史實是正確的 65歲以下的避防者 傾向不相信大屠殺 並非歷史書所說的嚴重 最低限度 至少他們沒有發生過 這個看法 可能與受訪者的教育背景有些關係 因為遲這類意見的人 可能不稱得上是陰謀理論者 他們可能針對死亡的總人數 另一類人 就是死硬派 完全否定大屠殺 其實是發生過的 這類人很難與他們理喻 因為他們通常都是種族主義者 公開反猶太人 他們也認為猶太人 是控制了整個美國的經濟命脈 在2017年 維珍尼亞州 有一個白人至上組織的示威 他們有一個口號 就是猶太人不能取代我們 美國司法部 將白人至上組織 列為美國本土恐怖主義組織 最大的威脅 否定大屠殺陰謀論的信徒 其實基本都是屬於危險人物 這類人其實已經超越了 哲理上的層面 譬如向猶太教堂縱火 在下一集我們講迷其他陰謀論